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去 但是在17年的3月29号 一个很平常的 我们去例行检查的日子 就发现它的有一项指标特别高 做骨穿就发现它复发了 它就是属于那种5%的那一类了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可能还好一些 第二次给了你健康 再拿走 所以他就很颓废了 他不吃东西 不吃药 拒绝一切的治疗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就是我的命 妈妈会创造一切的环境 来给你治疗 但如果是治不好的话 妈妈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走 说完之后 然后我其实我没有过得去说什么 然后他就去找他的那个组织医生 跟那个医生关系处得很好 都叫那个医生叫周妈 周妈你要不然的话 你有什么方法 你给我把药给我伤伤 如果我治不好的话 我妈就没用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时候吧 就我可以死 但我妈坚决不能死 为什么 不知道吧 一种信念吧 很快的复发后的化疗 我们做了三个 然后很顺利的就缓解了 然后我们就去移植 那治谁的呢 我 你不一定配得上 父母都是搬香盒 所以当时我就去找到了医生 但医生告诉我说 虽然你配型可以 搬香盒可以 但是你不能陷 你太胖了 有两百多斤吗 两百三 那是够胖 两百三 然后他说 你那个针完全就进不到骨头里面去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减肥 一直到他七月 七月十一号进仓的时候 我就减到了一百三十斤 三个月 减了多少 减了九十多斤 这就是母爱的力量 我每天在我的出租房里面 摆了几个烤火炉 夏天呢 很热的时候 夏天烤火炉 烤火炉 然后瑜伽店上 我坐每天两个小时的高温瑜伽 你脑子里想什么 我要瘦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捡不下来 宝宝命就没有 那这个移植成功了 移植很顺利吧 七月十一号进仓 他一个人在移植仓里面待了五十二天 像他的这种年纪的话 一般都是会有赔仓的 但我们家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要煮饭呢 我要给他往仓里面送饭呢 然后我们五十二天出了仓之后 在普通病房待了二十六天 顺顺利利的 天天都有欢笑声 对 我们的病房 我们两母女 我们到那个普通病房之后 我们天天有歌声 总感觉移植完了之后 也恢复得那么好 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排疫啊 这些 很顺利的 二十六天之后 我们就出院了 回去就 休养得很好 然后每个星期去医院 检查一次 我感觉 坏的运气 离我们两个 彻底地 跟我们告别 而且你这属于一十二鸟 它不光康复了身体 你也苗条了身材 是的 你这属于一十二鸟 两人都变漂亮了 是的 然后复发了 又复发了 复发了 这种复发跟第二次复发是 复发了 17年 12月19号 我们也是一个很平常的 这样去医院 医院复查的这么一个日子 你不是移植了才几个月吗 是啊 没到五个月 我记得 那天 刚好我有朋友请我吃饭 医生打电话给我说 说叫我马上带孩子入院 说孩子可能又复发了 我当时在那个餐厅里面 很多人 我真的忍不住了 嚎啕大哭 然后我告诉所有的医护人员 我不想告诉孩子 他复发了 包括身边的这些病友 我都告诉他们 我说请你们配合我 不要告诉孩子 所以我就联合了 所有医护人员 跟病友这些 集体骗他 说他是移植之后的 排疫 而且当时他不是吐吗 吃不了东西就吐 吐 我们就给他说 是胃部排疫 我觉得 我们表演得很成功 骗不过去 我觉得骗得非常成功 你真的一点感受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正因为是这样子 他复发过 他自己身体是有反应的 当他的那个 肿瘤负荷高的时候 他全身会疼 但我们发现 化疗所有的方法 对他来说没有用了 到后面他的肿瘤负荷 已经达到了96.5% 作为一个人 已经不可以造血了 那时候他自己知道 可能问题很严重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大概什么内容吧 大概就是我 一个小的遗嘱 就是想让我妈 好好的活下去 你对着妈妈说 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带着我的愿望 去看我的偶像 演唱会 去吃我没有吃过的一些东西 去我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 让我还是看得到的 我能感受得到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太好了 嗯 感谢观看